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老编全身,欢迎来到全身解说 那今天我要送上的是失魂2的大事局 有一批佛系出招,对两批ちょっと待って 两个忍者啊,两个伴藏之间的巅峰对局 可以说是国内最顶尖的伴藏玩家了 但还有几位啊,还有几位他们的水平 哇,这个滚刀 一般不用这招,或者是失误啊 好的,牙齐身的下一臂 下一臂可以用彗星来取消 走 好,演一下,变成可爱的小朋友了 不要看可爱的小朋友杀棋很重的 那两个忍者还是拼下盘打地面啊 一般不打空中 下一臂引一手,然后出一个下一臂 哦,漂亮这个counter 白忍的这个出招时间 我觉得确实要比这个黑忍要好一点 他捕捉机会的这种能力 要好于一批啊 两批确实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好,看一下第二局 走,下班 再来,没有消到 好,一刀 路面波 追身砍啊 对方 哦,中了一个臂杀 很隐蔽啊 他这个臂杀 像牙神 哦 追身一个下一臂 没有打中 中了对方前面发出来的路面波 啊,尸魂亚的规则是 你自己 哦,漂亮这个三角跳 哦,漂亮这个三角跳 哇,很细节啊 三角跳AB 马上再接个下一臂 这样的话就可以接上一个二连 好细节啊 双方打 真的很到位啊 哎,白忍 我就说白忍 他这个抓机会的时间太好了 这个捕捉机会的能力实在太强 来到了最经典的时刻啊 跑过来一刀斩 那这个没办法 中了一个 对方的连段以后 两匹并没有失去人身的方向啊 反而是越战越 越挫越勇啊 给对方迎头一击 好的 大家喜欢全能解说 今天不关注 感谢收看 下期再会 对两匹球多麻蛋 现在是两个忍者之间的对局 巅峰对抗啊 可以说 那我觉得现在最秀的忍者啊 应该是Suskida的他的忍者 小跳啊 BC小跳 强子小跳的话 对方根本不是这套 一个下C counter到了对方的一个AB 大家看他的出招很快啊 他是用彗星来取消了下一臂的出招硬直 一般会选择下一臂后跟个下c下cd 好 现在白白忍的啊 不能起跳啊 就忍者打忍者 切记不能在对方起身的时候 你去跳对方头顶 对方有一百种的方式来对付你 一般是跳AB压起身刀 下盘过来 好 你看跳身后的话 对方回身直接一个战壁 就可以帮你counter掉 两个忍者就是打地面 然后压对方起身 对方回身一刀 再来 下盘 都要攻对方的下盘 打一个插盒 一个AB打空 这边一个回心 看一下怎么压起身 漂亮 刚才压了一个最低点 然后马上一个后跳bc 小跳bc 很细节啊 这些地方 就防止对方偷下盘 好 等他一个下下起身 回身这个时间 马上抓一个时间差 你看下AB 马上跟一个下cd 可以防止对方近身 也可以偷他下盘 试魂2非常非常的细节 当然不是所有的角色 我都喜欢看 忍者我还蛮喜欢 忍者 然后柳生 牙神 这几个人 还有千两 这几个角色 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可以说是爱 爱 漂亮 刚才一个犬牙交错 两刀砍中 再追身 压个最低点 对方想 行动的时候 过来跳身后 不太科学 好 跳bc 挥空 然后落地再抓 发个龙烟波 我追身跳 要死的兄弟 漂亮 这个什么鬼 变小人以后 临界点 马上起飞 确实很厉害 这把太秀 无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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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